大家好 我是表叔 我想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在我们这个州 伊利诺伊州 申请办理这个驾驶执照的事情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两个礼拜呢 我正在协助国内来的一位朋友去 首先呢 要去准备笔试 我们这个考试呢 通常分为笔试和录考 这两个考试达标之后呢 才能够领到这个正式的驾驶执照 那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呢 不知道是需要预约 所以呢 我们没有预约 结果呢 就把我们赶走了 说没有预约 那不行 那我就说咱们换个地方吧 因为我知道市中心呢还有一个 那个地方不需要预约 所以隔了天之后呢 我们又跑那儿去了 去了那儿之后呢就说 原来你这个是外国人 我们这儿办不了 你还得要去那边去预约以后 他们能够办所谓新移民的驾照 我们说行吧行吧 然后我们就预约了 好不容易预约好 因为他每天早上七点钟才开始预约 OK 所以你前一天预约还预不着 要早上起个一大早预约 好 我们预约好了以后呢 兴高采烈的跑去了 去了之后他看了一看这个 说你把这个签证给我们看一看 看了一下签证 但是那天呢也是因为好久没有办这个外国人的驾照了 忘带了I94表 他说你是外国人 在有效签证之内呢我们需要一个I94 所以那天也没有办成 说如果你是非法入境 他是跟我们说的非常清楚 如果你是非法入境的呢 我们今天就可以给你来办这个事 也就是说可以来考录试 当时我就觉得非常纳闷啊 我说我这合法入境的 又是要这个又是要那个 那么非法入境的 也就是说那些走线的 出境以后在我们伊利诺耶州庇护州 他立马就可以办 当时我还在跟这个工作人员开玩笑 我说看来还是非法入境比较好 他说没有办法 必须如果你是合法入境的 他必须要要求这个I94表 后来我们说行吧行吧 那我们没带吗 我们说再约吧 后来我们又约了 所以今天早上呢 我们就去了 我们就是又一次约 我们把这个I94呢也带去了 但是我们没有留意到啊 I94他会告诉你 你在美国能够停留多少个月吗 所以这次我们一看 把这个也是在那工作人员提醒之下 他说啊这个我们还是跟你办不了 因为我们说为什么办不了呢 他说你看你这个I94啊 他的有效期到八月八月中旬 那么他说啊要想这个 从这个啊签证的入境 一直到你这个有效期这一段啊 他必须要超过六个月 他说你这海关只给就是边检 这个这个国土安全部这边啊 只给了你五个月 那我们无法给你办理 也是我第一次遇到的情形 也就是说他要求你至少在美国 有六个月的有效停留期 他才能够给你 当然还要加一些其他文件啊 才能够给你办那个价值执照 在我们这个州的确是如此啊 在纽约州我不太清楚 当时我们就觉得 居然还有这么一回事 我们仔细看了一下 的确在入境的时候 只给了五个月的停留期 那么说我们现在在转换身份 好我们在转换身份 那怎么办呢 他说如果你是正在转换你的身份呢 那必须要等这移民局下一个批准文件 比如说批准了你的这公卡呀 或者是批准了你的 你就可以领 拿了公卡都拿刷案号嘛 拿了刷案号 然后你再可以回来 我们才能给你办这个比试 这仅仅是个比试而已 所以我们当时就感到很沮丧啊 说还不如当时走线进来呢 是不是 如果走线进来 现在什么都有了 还有补贴呢 对吧 每个月 所以呢 今天呢 就是又碰了一鼻子的灰 那么我们说 那看来只能够等移民局的 这下一个通知了 看一看 这个公卡什么时候能够批准 如果批准呢 我们再去申请这个试案号 再去办 好 今天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 让我们跑了好几次 至少跑了三次吧 毫无结果的这么一个过程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咱们下次再见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